阿门口的耳机诊所 奈华达耳机专家 给孩子来看病了 你需要有保险卡 孩子的保险卡 还有监护人带着 然后一般流程就是 穿穿体重啊能量身高打打针 射的听力啊什么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看看是不是正常 这已经是他的dn次了 还有打疫苗 做一些相关的免疫 然后孩子来了 来多了以后就会知道这个地方 打针他也会哭 反正他马上又哭了 看看那个环境 这个是等待室 然后就是一个专科的门诊诊所 小诊所 跟国内的医院面积上完全不能比 国内的儿童医院可比这个大多了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社区医院 采访一下 小余子 今天什么感觉 来打针什么感觉 小余子 Hello 不可言说 你觉得马上要干嘛 Incredible feeling 你看又来又来大哥大声 大声 大声 进场了 好 好 好像医生变胖了 我们要把衣服搭,下面搭衣服就不太有 今天这儿没空嘛,感觉要憋大招了 对,我们腻着就好心,我们躺着就不得劲了 好了,我们大比大了几个月啊 好,就是更接抢了 对 好,吃大伯,我们就不要太热 剪鱼舌我就误犯了,反正就是这个流程 A few moments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I never said it 这一份水随着放 小哥礼拜一 小哥礼拜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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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